陳陳波一系列紀念展覽 除了故宮之外 還有互動裝置展 突破傳統的靜態畫展 將陳陳波畫的嘉義市中心 變成了動畫 你可以看見嘉義市 從清晨六點到晚上九點的變化 我們甚至可以走進畫中 跟著祖孫兩人一起逛逛 二零年代的嘉義公園 這是台灣當代知名畫家 陳陳波的畫作 嘉義老街上的一景一物 都動了起來 跟著畫中角色光影旅行 它的趣味性很高 因為那個電影人物會去走 五月會走來走去 每一張畫都放大 放大意義在哪裡 因為在畫作看不到 在創作品的展覽也看不到 可以看到它的筆觸 用色 線條 跟著動畫中的祖孫兩 從嘉義溫林媽祖廟 載到嘉義公園 透過陳陳波近十幅的畫作 更認識當地特色 因為陳陳波是嘉義人 所以他有相當多的畫作 其實都是在畫嘉義 那所以我們把相關的一個畫作 通通收集起來 重新依照他這個地理的位置 去重新的編排跟排組 那把它做成一個環形的劇場 來做呈現 然後所以在這個裡面看到的 很多的內容呢 其實都是陳陳波的畫作的 重新的組合跟編排 策展團隊設計互動裝置 跟著不同時間的區塊體驗 一幅畫作 從清晨六點濃霧籠罩 一直到晚上八點的不同變化 還有長十米的時光長廊 介紹陳陳波在不同時期的創作 細細描繪畫中的故事 當年擔任嘉義市參議員的陳陳波 因為二二八事件爆發 未經審判遭到槍斃 這曾經是禁忌的歷史話題 從巡迴畫展到音樂劇 而現在有更多人認識他 陳陳波的獨子陳崇光說 父親的畫作值得細細品味 現在已經戒嚴時期已經過去了 因為真正的好東西能夠呈現 我覺得很高興 因為好的東西 不要加使自己講 人家看到就是好的 好的東西就是受荒唸 互動畫展以科技的方式 遊覽陳陳波的畫作 帶我們重返美好年代